山本五十六 原名高野五十六 出生于1884年 日本新系县长岗市 出生时 其父亲高野那一年是五十六岁 这位后来的联合舰队司令官因此得名 1904年 自江田岛海军兵学校毕业后 高野五十六派驻到日进口群羊舰上 并在后来的日俄战争 对马海战中被炮火榴弹 炸断左手食指与中指 年轻时的山本喜欢和战友一同逛窑子 喝花酒 通常易计给客人修剪指甲 收费一元 可山本因为残疾只有八根手指 渐渐八十钱的外号 便从易计之间传到了海军 而到了1916年 高野五十六经人介绍 过季到旧长岗帆家老 山本家成为养子 随后他便改名为山本五十六 在海军大学深造期间 据说他曾和同学一口气下了75牌将棋 后来在舰上服役出海时 他经常与同僚在船舱中打桥牌 玩麻将 在短暂游历欧洲的途中 他特意前往摩纳哥的赌场 高超的赌博手段 让庄家叫苦不迭 老板只好禁止山本五十六 再上自己的赌桌 1929年他作为参加伦敦海军军备会议的随员 在出发前半开玩笑的和朋友说 谁现在给我一万日元 回来能还给他十万 山本五十六 嗜好赌博这件事情 不仅海军内部人人皆知 当时的天皇御人都清楚 山本是赌博高手 以前借赌巴老哥们经常说 搏一搏单车便摩托 可惜精灵如山本 在太平洋战争中 不仅没有洗白上岸 却丢掉了性命 将联合舰队与日本的国运输了个精光 今天我们来介绍的是拍摄于2011年 为了纪念太平洋战争爆发70周年 拍摄的新版电影 联合舰队司令官山本五十六 影片的开头 年幼的山本从一位老者口中 了解到自己的爷爷 曾经在戌尘战争中拼死一搏 最终阵亡 而老家长刚被复制一具陷入火海 接着便是一所广司饰演的山本五十六 轻声的哼唱着老家长刚的民谣 又到了夏日季 该吃茄子粥了 满满一盆 我想舔个干净 却把鼻子烫伤了 这倒是符合这部影片中山本的形象 它不仅是一名杀伐决断的海军大将 又是克制隐忍的反战圣人 同时又是一枚带人温和 喜欢美食的吃货 这有库涕吉带来的新鲜西瓜 长门号战列舰一众将军和参谋响应的大餐 山本的老乡海军飞行员木野少尉 带来了长岗老家的特色小吃水馒头 山本两次回到家中和妻儿老小共进晚餐 还有山本的姐姐寄来到画眉与家书 以及偷袭珍珠港得手之后 好友库涕吉第二次扮回山本 带来的小点心看起来像是地瓜干 这部电影中的山本五十六 有时看起来像是一位孤独的美食家 开战之前或是战时中间 他喜欢带着作战参谋三宅 去光顾市井项目的小酒馆 温情默默的照顾酒馆上菜的小女孩 影片中南云中医上任第一航空战队司令 来山本的旗舰长门号报到时 山本提督还想着留这位老哥吃饭 却被南云中医婉拒 似乎暗示两人的关系不睦 但在中突岛之战联合舰队惨败时 山本五十六却主动承担起 设立的全部责任 用一碗清淡的盖饭 来安慰痛哭流涕的南云 但在真实的历史当中 两人的关系非常冷淡 在偷袭珍珠港时 保守的南云中医下令停止第三波空袭 带着舰队立即返航 山本五十六当时是这么评价南云的 他就像是个蹩脚的小偷 去时自信满满 一旦得手就心惊胆战 狼狈逃窜 而在影片中 山本得知南云选择返航 却说就算是小偷 也会害怕回家的路 这显然是编剧者 持着善意的改写 而且山本招待南云吃饭的这个桥段 恐怕也是导演 根据历史进行的演绎 在日俄战争期间 吉野号被春日号的冲角 撞了个大开膛 导致三百多名官兵葬身海底 时任联合舰队司令官 东湘平巴郎 令人意外的端出了一盘鸡蛋糕 还有珍藏的威士忌 来招待两位闯获的舰长 说各位辛苦了 千万别自杀 这一仗还要继续打下去 回到这部2011年的影片本身 其海报的副标题写着 70年前太平洋战争的真相 而影片所传达的实际内容 真的如此吗 既然打着严肃反映 真实历史的旗号 就应该力求贴合 当时的实际情况 从选角上来说 就让人有些遗憾 山本56其真实身高仅为1米6 而单纲主角的一所广司 却是1米8的大汉 二航战司令官山口多文看照片 身高应该不超过1米65 却找来了身高1米9的美男子 阿布宽 一所广司事业的山本56 气质略显忧郁 性情温和 待人彬彬有礼 笑起来像是一位 知性的温柔大叔 和之前三船敏郎 勇猛豪爽的形象 差别明显 这部电影描写了山本两次 回家吃饭的场景 与夫人李子相处时 极为温柔体贴 然而实际上 山本和原配的感情冷淡 极少和家中的妻子 通信来往 却长期和两位异计 交往甚密 特别是一位名叫 千代子的异计 可以说是山本提督 余生的挚爱 在日本作家 阿川洪志的传记 《山本56》中 山本和千代子 有非常频繁的书信往来 只要回到岸上 处理完公务 山本总是要找千代子 同住几日 说起来 这是山本提督的私人生活 放在当时的 日本社会背景来说 也算不上什么特别的污点 但本篇 刻意将山本说成 顾家的模范丈夫 这就是明显的胡说八道了 山本派驻美国和欧洲时 每次回国 都会有身旁的工作人员 提醒她 是否要给家中妻子 带些礼物 山本的答复 却是不用麻烦 没什么好带的 而在驻到毛地的 长门号战略舰上 秦务兵看到山本提督 心情大好 不用猜也知道 司令官的老乡好 来信了 本篇的另外一个标题 是这么写的 一旦发动战争 就没有回头路可走 佩图是酒馆的小女孩 目送着山本 孤寂清冷的身影 渐渐远去 电影中 山本五十六多次提到 不可轻易选择 与英美开战 即便是正式下达 偷袭珍珠港命令之前 山本反复提醒舰队各级指挥官 假如日本代表团 在华盛顿和谈取得成果 已经起飞了舰载机 也要返回航母 整个舰队立即掉头返航 山本在偷袭珍珠港之后 反复思考的 是趁着目前的有利局面 和美国人展开和平谈判 进攻中途岛 歼灭太平洋舰队主力 也是为了在谈判桌上 获得更多筹码 据此 不少朋友会认为 山本是一名坚定的反战者 在电影中阿布宽饰演的山口多文 也询问阻止战争发生的可能性 甚至发问说 海军从什么时候起 开始热爱战争的 这就是属于装外宾的行为了 且不说为了摧毁国民政府 坚持抗日的意志 山口多文与井上成美 大西龙之狼 一同指挥了 针对重庆的无差别轰炸 造成了大量的平民伤亡 联合舰队 自甲午战争 日俄战争以来 就是日本军国主义的极先锋 在偷袭珍珠港之前 山本五十六 特意叮嘱政务参谋 要和军令部确认 一定要在空袭之前 向美国人下达最后通牒 并说当武士 趁夜偷袭敌人之时 至少也要踢一下对方的枕头 如果不在进攻之前提醒对方 日本海军就会名声尽毁 这电影属实有意思 老是装糊涂 日本海军本来就非常喜欢不宣而战 打门棍搞偷袭 是联合舰队的坚定传统 甲午战争 日俄战争都是如此 偷袭珍珠港得手之后 山本等一众军官 在长门号战略舰的作战室中 极为认真地收听 罗斯福总统发布的演讲 这时才得知 日本的外交召会 在进攻开始后 将近一个多小时 才被送到国务卿赫尔手中 错愕 愤怒 长叹 写在山本的脸上 似乎是外交人员的失误 现山本于不义 而山本在影片中 多次提到了和谈 这倒是符合当时山本内心的想法 但这些都停留在 他和好友库蒂吉等人的书信中 从未在正式场合 像天皇 以及军令部 亦或是海军大臣 讲过和谈一事 而且珍珠港和中途岛 两次作战计划 在一开始 就遭到了军令部 和海军省的一致反对 两次都是山本五十六 以辞职进行威胁 永野修身等人 勉强同意他的计划 对于山本来说 同美国开战 并不是某种绝不可为的禁忌 而是形势一旦如此 就必须抢得先手 与其非要给他带上 反战者的桂冠 不如说 他是一名客观务实的军国主义者 抱有早期决战主义的赌徒 既然如此反对开战 为什么不辞职告老还乡呢 而山本提督 反复重申和谈一事 到底有没有可行性 真的难说 既然要坐下来进行和平谈判 此时 日本国内澎湃的民族主义情绪 断然无法接受 对美国做出让步 而遭受了珍珠港偷袭之后的美国人 恐怕对于日本的和谈 没有任何互信 此时的日本 已经侵占了新加坡 香港 菲律宾 马来西亚 加上甲午海战后 割据的台湾岛 日本恐怕要挨个吐出来 才能让国际社会接受和认可 这显然是日本法西斯 无法接受的 电影中引入了东京日报主编 宗相 以及菜鸟记者 珍腾 这两个虚拟人物 来反映当时日本媒体 对于战争的部分责任 同时 记者珍腾 时常光顾的小酒馆 也在描绘着当时民众 对于战争的态度 香川赵之 所饰演的主编宗相 从一开始 就是德意日 三国同盟政策的拥护者 极力主张对美开战 狂热的好战气质 让他显得比山本还要昭和 在电影中 宗相对山本的数字采访 基本上都是不欢而散 而在1940年 三国同盟达成之前 不仅民间 对于山本五十六 景尚成美 和米内光正的亲美态度 还有这几人 阻挠三国同盟 感到厌恶 甚至陆军有人 威胁发动兵变 以及针对山本五十六 个人的暗杀 日本 不论从甲午战争 还是日俄战争 都攫取了本部 属于自己的巨额利益 按照电影中的说法 是成为了世界前五的强国 酒馆中的石刻 也认为数次战争 使得日本经济蓬勃发展 工厂 扣着军工订单 生意兴蒙 不少人毫不怀疑 侵华的正当性 却忘记了前两次战争 都是赌博 丝毫没有考虑过 一旦失利会如何收场 而主编宗相这一类媒体人 不断在报纸上 煽动民粹 鼓吹战争 却在日本选择 无条件投降后 摇身一变 成了日本民主化的吹鼓手 而菜鸟记者真疼 看似人畜无害 山本在接受其单独采访时 曾告诫他 好好打开眼睛 耳朵和心扉 再去用心观察这个世界 这是肩负下一代 未来的人的责任 这种利用虚拟角色 按照当今的价值观 来反向塑造山本 宏伟形象的套路 看得让人生艳 实际上 电影中的记者真疼 制作了一本名为 《大日本帝国战士》的简报 依然延续着 日本军国主义的叙事立场 1942年 美军杜利特组织的东京空袭 按照这群东京日报记者的视角 给日本造成了巨大的灾难 但实际上 这次空袭 象征意义 大过实际 根本没有对东京造成真正的破坏 更多的是在心理层面的震慑 而在电影中 记者们似乎是一群先知 看着空袭照片 扮作哀叹状 莫非他们是穿越到三年之后 拍到了李梅烧烤的高清无麻血针吗 即便珍腾后来中段记者的职业生涯 作为补充兵员 入伍参加了战争 一切结束时 回国看到原子弹 造成了末日的景象 而影片末尾 他所讲的话 依然是模棱两可 丝毫未见 对于日本军国主义的清醒认识 以个人化的角度 暗示日本才是战争的受害者 而为日本侵略亚洲 犯下的巨大罪恶一笔带过 看起来 广岛和长崎吃了两颗原子弹 他们依然是不长记性 既吃不既打 所以应该如何评价 旧日本军人山本五十六 他并不是单纯的战争执行者 而是偷袭珍珠港的主要策划者 如此大胆激进的计划 一开始遭到了军令部的反对 却执意赌上了联合舰队和日本的国运 尽管发动战争和不宣而战 违背了他的想法 但却在事实上造成了太平洋舰队 四艘战略舰被击沉 近四千名美军官兵的阵亡 毫无疑问 山本是美国人欲除之而后快的头号目标 终于在1943年 山本坐机遭遇美军战机的伏击 一代日本海军名将克死他乡 在多部电影中 山本阵亡时 仍然保持着坐姿 威严的握住军刀 这也是完全不符合物理规律的 飞机坠落强大的惯性 与爆炸的破坏力 能留个全尸 已经实属不易 2011年拍摄的这部 联合舰队司令官 山本56 尽管卡斯阵容 云集了诸多日本男星 但在描绘山本的形象时 不仅仅是简单的洗白 而是彻底的神话 山本是一位拥有清醒头脑的 昭和军人 但远远称不上 一位圣人般的英雄 即便他能够活到 1945年日本投降 他毫无疑问 会成为甲级战犯 在其骨灰运回本土 安葬了两年后 他的老家长刚 也遭到了美军的空袭 用骨灰杨诺夫的话说 撒了你还不够解恨 骨灰都得给你养了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的内容 欢迎收看并订阅我的频道 我是张文长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